美国民主党热门候选人,前副总统拜登上周中国,不是美国对手一番话在国内引起巨大争议。 本周他不得不出面解释。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5月5日报道,5月4日,拜登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下属的一个电视台采访时, 被记者问到有人说他不懂中国的经济和军力之强的时候,这位前副总统声称,他从来没说中国不是个威胁。 中国面临驻巨大的问题,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够成威胁。 5月4日,拜登在南卡罗莱纳,他接住称,假如投资对了,就能在各方面击败中国。 同一日,在另外一个场合,拜登在南卡罗莱纳州,前民主党主席家中举行的一次筹款活动中宽口。 我是中国最难对付的人由于工作性质,我花了大量时间在中国。 前美国副总统拜登,被外界称为特朗普迄今为止最大的威胁。 在竞争激烈的2020年总统大选中,拜登在宣布参选总统后的24小时内,就超过了所有竞争对手,直到他发表了有关中国不是竞争对手的言论。 拜登于5月1日,在美国爱荷华州的一场集会上表示,美国并不应该担心中国是其地缘政治威胁。 在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的今天。 拜登这番言论,迅速遭到了两党的围攻。 在2012年美国大选中代表共和党走到最后的参议员罗姆尼·米特朗普尼,发推形容拜登这番话,将成为历史污点。 W-I-L-L-N-O-T-A-G-E-W-L-L,同样寻求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俄亥俄州民主党众议员蒂姆瑞安·金瑞恩,说。 这番话脱离现实,令人震惊。 而民主党2020大选阵营的伯尼桑德斯·伯尼尔·桑德斯,也出来反击队友。 他声称,说中国不是我们最大的经济竞争者之一。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。 应该让我们入主白宫。 我们会通过修订美国的贸易政策。 在这个竞争中胜出。 而特朗普则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他声称, 拜登太天真了。 拜登和其反对者,在对待中美关系上,出现了如此的分歧。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审议, 此前接受观察者网采访时表示, 美国一直缺乏对中国一种恰如其分的认识。 要么过度强调中美之间的对手关系, 又要么过度淡化竞争关系。 而这种对中国认知的不当, 是美国决策层对美国自身, 以及当今世界的认知, 出现偏差所导致的。 他指出, 美国历来的一个问题, 就是将国内矛盾国际化。 美国如今最主要的矛盾, 即劳工和资本的矛盾, 美国贫富分配不均的矛盾。 而资本主义国家需要服务于资本, 也就没有能力解决这个矛盾。 在此基础上, 美国需要寻找一个外部敌人, 来转下这个矛盾。 这也是美国敌人综合征背后的原因。 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。 拜登所反映的就是美国的另一面。 当下美国政坛中, 也有一部分狂妄自大的声音, 即所谓美国立外论, 天定命运论等观点。 继而美国整体在对待外部敌人上, 有一种很矛盾的心态。 上一刻还将这个敌人, 描述得很强大。 下一秒又将其描述得很渺小。 沈毅认为, 这也体现了美国在看待事物上, 所采取唯物二分法非黑即白的一种态度。